大家好,歡迎收看錦田市井平台 同一地土上錦田市城門新村網絡小道省 新界原居民一次,很多香港人都似董非董 腦海裡面閃出的往往都是丁屋的建立、土地產權這些概念 但是新界原居民的定義是不是這麼多呢? 透過今次的短片,我們會簡單介紹一下吉慶圍、池塘村、城門新村和錦田市集 一起認識屬於錦田八鄉的故事 吉慶圍是由錦田十八世祖鄧柏經和兩榮村民在明朝初期建立圍村居住 到現在已經有一千多年歷史 你面前見到的故城河、排流、姦流和槍孔是在清朝初年千界令之後建成的 到現在是有四百多年的歷史 吉慶圍建築是呈正方形 東南西北都有圍牆 圍牆是用麻石建成的 再用灰磚去築成的 在圍牆裡面,你會見到一些窗孔 在東南西北四面,你都會見到有姦流 在我的右手邊,你都會見到一個牌 這個就是介紹鄧氏這個氏族的歷史 來講是一個銅牌 吉慶圍在英國殖民的時候 吉慶圍發生一個事件 這樣來講,英軍和吉慶圍的鄉民在這裡有一場戰爭 當時來講,圍門是失去的 那麼吉慶圍就除了一個歷史建築之外 另外來講,也是鄧氏這個氏族的 新界原村民的故事的起點 鄧氏子孫在乾隆期間 1736至1796年間 在太康圍外興建了一個祠堂 就是我們身後的龍友韻傳音鄧公池 去紀念一位,香港境內第一位的進士鄧文惠 後來很多村民在這裡聚居 就形成了祠堂村 近年在新界元朗和錦田一帶 是很出名的一位商人鄧百球 都是祠堂村人 他的故居就在村裡 鄧百球是一個成功的商人 他中英文,尤其是英文 他是新界第一位太平紳士 他最為人尊重樂道的事跡 就是幫助吉慶維和泰鄉維 向英國政府呈請 幫他們取回這個圍門 鄧百球先生來說 他除了利用他的影響力 他就幫助他的家族鞏固他的事業 和福任後人 他幫助籌辦鄉議局 成立全兩商會 籌建博外醫院和建立學校 鄉議局幫助鄉民 在收購土地的時候 幫助他們爭取權益 建立博外醫院 幫助鄉民提供優質先進的醫療服務 元朗的全養公立學校 和元朗公立中學 幫助鄉民提供教育的機會 增進他們的知識 最後來講 他設立元朗商會 希望維護商業的利益 和幫助鄉民去做商業活動 好了大家 我們現在身處在城門新村裏 城門新村本身這條村 其實是位於現在的荃灣城門谷裏 當年在1929年的時候 因為要建城門水塘 然後把這條村搬到這裡 當年搬村的過程裡 政府沒有賠一些農地給他們 當時賠償的形式是什麼呢 在這裡建一些房屋給他們 另外在農地裡 就會用現金形式補償給他們 當村民來到這邊之後 他們都會有不同的選擇 例如有些會選擇買地或租地 繼續做一個農間的生活 也有一部分就選擇放棄農間 他們就打算出去打工 那同時間 那同時間當時 這一幫外來的村民來到這裡 正正他們生活在一個 以前這裡已經有原居民居住的環境裡面 那無論生活 或者各方面 都受到一些困難 和一些製造的 好了 村裡面 這個學校或者祠堂 都記錄了這差不多一百年裡面 成門新村在錦田這邊一個變遷 那當然也都保留了 1929年當時政府給他們一些房屋 最原本的樣貌也都會有在 那從這一幫八年的輪舍裡面 在他們的搬村的故事 或者是他們的發展歷程上面 或者在他們生活的種種問題上面 那其實正正 讓我們看到 那其實我們值得去考慮 或者值得去重新去想一想 究竟新界原居民的定義 其實是怎樣呢 好了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錦田市 身後這個方向 那不說大家可能未必知道 錦田市其實存在這裡 已經有八百多年的歷史了 那其實以前說 元朗一帶都沒有虛史的時候 這裡已經成為了一個虛史了 那直至到後期 這個城門新村搬了過來之後 那他們也都在這裡擺虛 那當時的虛史的日子 就是定為這個258 那城門新村過來之後 人的人口、村民各方面多了 也都會在這裡開多了店 那久而久之就聚集到一個 比較大小小的虛史在這裡 那也都同樣道理 那久而久之呢 城門新村一個外來的村民 叫做一班外來的村民 來到這裡和當地的村民之間 可能正正在這個虛史裡面 才能給予他們一個共融的空間 多謝大家收看 希望有一天 我們一起走入小小的錦田市 從千屆令 六日戰爭開始 實地感去認識新界原居民的由來 以及法例的展示 再走入城門新村 探討因為千村 而來到錦田的百年輪社 由他們的經歷和遭遇 在歷史和故事裡面尋找定義 在歷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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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在歷史上 正在歷史上 在歷史上